你們看, 我來到平溪的鐵路鬼 我可以在這裡把毛不治寫在天燈上 然後放上天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像拍電影 如果加上男主角, 就真是浪漫 你們知不知道, 這邊的天燈 有比美南部的鹽水風炮 有人說是南風炮, 北天燈這個說法 你們知不知道, 新北市的平溪地區 每年的元宵節都會舉行放天燈活動 你們有沒有想過, 在這裡可以容納一萬多人 真的很誇張 我現在先放這個天燈來應景 待會我就要DIY, 親手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天燈 我現在要放了 花有花雨, 天燈都有燈雨 不同的顏色都有它們不同的寓意 就好像紅色, 就是大吉大利 粉紅色, 就是愛情順遂 而橙色, 就是增加智慧 你們看不見到, 上面八隻顏色都有 我既然來到這裡, 當然八隻顏色都要 不要浪費 那我就選擇這一個 我身後這一個天燈, 就是我剛剛選好了的 白色天燈 而老闆已經幫我黏好了, 封了口 我只要在上面寫字就可以了 我在天燈上面寫著 希望疫情早的結束 因為這個疫情是不平的天燈活動 已經停辦了兩年了 所以我真的很想這個疫情快點結束 然後這個活動再重辦了 我現在就會把我寫字的天燈放在竹架上面 之後就可以放上天了 那我現在放下來了 你們知不知道為何平溪這裡有放天燈的儀式 然後又是元宵節這一天 是有一段估計的 因為他們以前這裡是非常多山賊的 然後路又很崎嶇 有一天, 因為他們有山賊的來臨 之後他們就走上山洞裡躲這個山賊 然後, 其實村下面也會有人在這裡留守 到了山賊離開的時候 他們就會放這個天燈放上天 告訴山上的人知道 喂, 山賊已經離開了 你們可以回來了 放天燈這個儀式 到現在就變成了一個節慶的活動 然後一定要捉住這兩個角 然後用腳踩住它 你們看看 我真的對這個世界充滿愛 我希望疫情早日結束 雖然字有點醜 來了, 回歸吧 我要放了 真的很感動 我現在想一想 如果在這裡疫情結束之後 在這裡有萬多人聚集 在這裡放這個天燈一起祈福 真是一件很盛大和浪漫的事 去吧, 拜拜